九州国战 分享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一斌 欢迎大家随便有一斌一起做三国杀国战视频 最近更新的视频 最近更新的进度 我也不是太满意 原因呢 主要是说还不是 还不是因为自己的 没有什么灵感 不解释或做任何事情 最怕的就是没有灵感 自己也在选择自己解释风格 不知道我也该怎么说了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也是自己有些 知识方面有些不足 也就是 这场野兽完之后 自己也不是很自信 所以自己 近期也是进行一个小小的温馨 玩着 也把好久不玩的国战 有时间使得起来 玩着给予 基地呢 给大家做一期蜀国的视频 蜀国的选择 这两个温馨 可以说是一个 还可以的组合 诸葛亮和一个温馨 仅是一个小单挑 还不错 打团传也可以 尽力是不要太变态 变态的组合 三元就行了 话说 我冲了会员之后 并没有什么改变 没冲火炎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火炎特效 好瘦啊 还有武功 好 陶葛出来 陶葛亮亮没问题 陶葛出来 进行一个 队友召唤 队友没召唤 那是他们的事 杀了他以后 没有继续杀陶葛 而是杀了一个下架 在这跳了一个 魏国的身份 但是前期 演藏出来了 好想摇出来了 国家 这两个魏国 魏国 天气跳大 雷光AOE 压制啊 好像没敢吸啊 比较后面还挺多暗制 所以没有敢吸 但是我们是不管 现在草谱 完全不在我们身上 像我们这种武将 谁也打不过 谁也兜了 谁也兜不了 只能几球自宝败了 嗯 其实国家 还是要有一些 防二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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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篮场没有二章 你要有意识 把一些装备 能顶上就顶上 不要随便气了 万一有二章的话 为成就了 成就了 太燃的美事 小小放了一个 哎 等于在帮草道宣誓队友 哎 我们出闪 国家 国家感觉是没有 卖牌卖牌 也是看出来 他并没有什么 好的一些 并没有什么 好的一些 好牌啊 手牌 手牌中的 桃子和酒的容量 也是积极可危 你可以看到 死马也跳出来了 黄鹰子跳进去 完全没问题 现在三个卫国了 再不出来 干什么 看热闹 决斗一个 呃 国家 就这样吧 国家看来 排的并不是很好 很好 决斗了好几个东西 全都是杀 没有什么桃子 美国运气不佳 你看曹公的表现 曹公和迪安尾 测试画非常玻璃啊 哎 幸好我们 幸好我们 其实跳明了一个小 这算是 演员中跳蕾子 以这个小身份啊 不过黄鹰估计是活不了了 哦 曹公没杀黄鹰 我去你也不怕有 教主啊 就算有三百一 哎 怎么说 我没有选择动 因为曹公不在我们这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小的防守 现在藏上 毕竟还有一个暗角没有亮啊 五打四 五打三 还是没问题的 况且 我们也不会被 但是不会 不会被激化 恐龙现在主要是成为一个 呃 现在是 绝对是一个 这三个国家中的一个 小联盟啊 现在一个手牌的一个补给 无懈可击 好行 四百一的一个无限 被犯无限 但还是失效了 看这四百一并没什么好看 装脑被四百 也可以就是 防守起来有些弱 就是防守起来有些弱 就是防守起来有些弱 别人往往不会杀草草或者客家 往往会杀你 九 雷沙 哎 恐龙 这是个悲剧啊 带着一个黄远营 我估计黄远营不会这么 绝对不会倒下 一会儿 果然不是一个卫国 再说 如果说卫国还不亮的话 那绝对是个坑 这是最基本的意识 所以我估计 带着一个决斗 他果然是个胖童 我估计也带着不可能带着胖童 现在卫国也是有些 嗯 也是 嗯 吃刺的 就碰到刺尾头了 刺尾头 碰到刺尾头 这有不掉还不下 死吧 估计刺没 估计刺没也是故意了 嗯 国家就表示托管 呃 主公有逃吗 没有没有逃的 真的没想到 魏国现在死了 讲魏国嘲讽还依然出嘲讽啊 压着一下魏国 毕竟有张盒在 和监尾 这对强域输出 我们还是比较 好吧 啊 要出来一个马腾 现在群雄是主导场上的一个形式 还显然是没有我们数过什么事儿了啊 如果他一直都没有H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 别托管了 那今天是玩笑而已啊 毕竟盘是没没什么那么 并没有那么强 如果现在马腾又有一个一一代牢 那就那就不一样了 快来与我等绝一死战 尽情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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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管 你们打你死我活最好啊 我们最喜欢你们打你死我活 漂亮 漂亮 我们就喜欢这种局面 好 勒不舒服 现在魏国毕丑说风 现在打群雄 我们蜀哥 并不是说猥琐 我们蜀哥呢 你的女伯 万一我们跳出来之后 这个抢人头的好啊 估计逃工就吐血了 吐大血了 吐大血啊 好 我可以继续吐 继续放 继续放啊 这人头 保证是我们的 哎呀 草公故意逃工的血啊 草公 继续还是继续放 还是继续放 你给我挡着 跑拍没办法 现在现在没什么好拍 可选择一个破罐的炮身啊 恐恶并不说好 好的武将啊 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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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星灌星啊 哼 继续 知己知彼 其实现在 看牌 也可以啊 我还是觉得他应该看守 看 这算有些冒险啊 啊 没什么冒险 说过我说错了 杀 杀了一道先是需要勇气的 万一他没有 万一他确实可以叫出我 也劈死你 那也都不尝试了 但现在我们两个人打一个黄眼鹰 还是不成问题 他这个 锦闭花 锦闭花组合 就看我们周葛夫妇能不能把持得住 黄桐现在积极可危 就是一个无国口边一块肉 让我们打起来有些过此识别 这样元夜宫应该扔掉的 现在不需要什么元夜宫 我们现在就有八牌 也打了他们血线 找桃子 打球现在手牌一些 应该手牌 他现在打两个人 还有些吃力 毕竟我们有两个人 比较困难 双用牌不好 一个防御一个空场 但我们都是一个守国 现在的烈士表现出来了 输出方面也显得特别的无力 查闪电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张闪电可以留一留 毕竟你可以拆手牌 留着下去拆手牌 没必要现在拆手牌 拆手牌 闪电 毕竟闪电批死碰到就批死他了 反正都批不着我们 是吧 无懈可击 手牌 小乔的手牌 现在给我们打了血线 现在还是可以 尾结的时间往这快点 快点直接结束 这局反正是我们赢了 折一斜 折一个冰斜 三在压底他一斜 小乔现在基本上已经收了 败局已定了 转一个闪电 天翼 逆天难 火煞 接手 五股风灯 无懈可击 小乔的手牌 小乔的小乔是有错误了 你应该出杀了 你不应该 你不该直接给一个 什么时候还把他手牌排啊 你现在什么状态 你还把周格勒烂的牌 还把他手牌 周格勒是最不怕你把他手牌 把他手牌的 好我们说完了一个师傅啊 我们说徒弟 有好的师傅 有好的徒弟 周格勒的徒弟是谁呢 周格勒的徒弟就是他的一个 刘散 刘阿斗 扶不起的阿斗 直小的选项 当然是显得一个赵云和一个刘散 毕竟刘备作为武将 在蜀国中 起动又非常喜欢 几乎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配合他 就是一个奉牌 就是一个奉牌 还不如他儿子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 蜀国这么多的一个猪蓝笔合 为什么他儿子不能和他 进一个猪蓝笔合呢 哎呀 刘散和赵云 这对 这对君臣 也不知道刘散到底是谁的儿子 突然想起以前一个断了 说是 刘散可能是陶陶的儿子 断了怎么说呀 我也忘了 不说了 好游戏开始啊 主持要选的一个刘散和赵云 这可以啊 我们可以 展示我们不会有闪 有闪有闪啊 有闪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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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刘散的几率比较低 撞一个金灵光 杀一下远位 这没问题啊 空一下才远哈 杀一道这没问题 绝对不可以杀上衙 毕竟我们守国情节草笔 要将这些嘲讽 就算不是守国 是其他国家绝对不能杀下衙 杀下衙 他这个buff是接踵而至的 你像上一家的话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你 2-3号和一个4号就纠缠起来了 4号又是非常不客气了 你杀了我就去拆了你 扒光你是吧 继续扒继续扒 我估计他前期 赶紧想扒 想扒3号做掉还是比较难的 毕竟前期在家的手排还是非常不错 想扒他扒掉也比较困难 我们就喜欢这种局面 你打得越乱越好 最好全场残血 我们出来说人头 作为这是我们守国屌色的最基本的心理 5号中怪的一身传装 直接去排过 6号也没有藏武器 对我们进行危险 那我们先决 可以的话可以捅他一刀 不捅他都也可以 好一个8号拆了一下下架 我估计这两张无蟹排排出来 这三号山online 一般那个玩法 基本就是 基本是贵了 这两鸭飞的杀个尼斯五湖不算 这时候 不是8号和1号之间 谁放过的问题 是两个人 谁也不肯放过自己 放过敌人 好赶紧惹了一个司马爷 我估计这又是一场司杀 干净太 干净我去 好吧 太好了太好了 铝过和8号机 9号号 还是一个陆训 这小脆皮 必须出了出了闪 而且出了闪还会被弃牌 因为是旁门没有弃牌 不过作为吴国 现在是一极可危啊 作为陆训 作为吴国这种武核 什么前期亮出来 没什么比较好的局面 就被这两个强攻性的武器 或者控场系的武器压制 而且压制到一血 估计要必须 这四马一 也是国家杀了一下有没有一个陆训 作为一个队友 国弹可以进行一个补刀 哎呦 这干净国弹不会玩啊 一百多级了 先拆弓手牌嘛 是吧 就算没有配得可以进行肚 进行制衡嘛 这五号也是典型的洛杰大石 直接干掉一个陆训 如果你是任何一方势力的话 可以亮镜 但是我又不一定了 国弹不是一个国弹不是一无国 可能是群雄 女王要非常霸气出来 这玩意没问题 好 国弹上一个四马一 后患无穷啊 作用他 玩意没问题 你四马一在 这Boss中还是手牌 对手牌的要求 手牌的防御上 还有控场 有些不利 也没有什么队友 只有一个人 故意关于有兵玉 尼布也是 看到一个武将也是 看到一个关于 也是 接同理的 我们还管得不分量 其实这种组合 我们还是无法和他们进行博弈的 我三思乐不思蜀 尼布和干凌 针对他一个关于 神装的一个五号 可能不是一个无国 而是一个貂蝉 μπο劳 干啥 那 Sail 有一層不量降 哎呦 所以有些无语啊 你这么好的武将 为什么不量降 呢 �� 那死 我要追到 6号是一个黄中 现在我们果断的浪借 死 周连笔后盘两张牌 这时候果断不能贪恋男两张牌 周连笔后盘其实还不负啊 一手牌还是别让人掩馋的 直接给黄中 还有个张飞 哎呀 这局要出事啊 肯定要出事 肯定要出事 哎 这个张飞也是非常霸气啊 就 金男的就不怕有 有胶主吗 继续继续啊 一杀一管 一杀一管 因为那个广告词就是说 根本听不下来啊 根本听不下来 平准许说有换图啊 当时看着 估计数过 心里是心里 心里酷杯一零大 如果是换图的话 我们就别打败打了 三权 反向估计也是贵了 对不你逃到再多 有什么用啊 是吧 又是一条 估计那血线 就 人就慢慢等死了 三个人慢慢磨 磨死你了 好 剁掉了两万人 哎 张飞没有什么好排断 哎呀 当然还爽啊 这种太刀流啊 被一个 剑反复放拳啊 那感觉是特 感觉是特别爽啊 不过只是要是无福享受的 只能进行一个 简单的一个放 放弃 放弃 帮助敌人 只能尽量非常不错 只能尽量大人 只能尽量大人 能进能退 只能尽量等我们过来撑下山 也要低他的省限 看来也绿ROY 张飞什么为什么杀啊 继续杀吗 还有吗 没有了 迫不穿扬 直接带走 直接带走 这局游戏中也可以也能说是一个讨赢吧 但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这局设计中也进行贯测了一个 像我杀安那种一个路人狐杀的一个尿性 你杀过我杀你 我们不要过分批评他们 如果你在他们的位置身上处地想一想 如果你是路训 你仿佛差了一个下架 现在他出了两张他已经耗两张牌了 你知道你耗他两张牌 耗他装备拿他钱了 拿他就是生气了 知道了 你耗他两张牌他必须要跟他批名 特别是还是一个78级 可能是个新手 我再说一个路训 像你这么低嘲讽的 这么一个脆的一个脆皮 你这么前期出来 这么拆 这么拆拆那么拆 那么嘲讽是不是又太高了 是不是又太高调了 甘宁和一个陆逊 都因为小心大意 或者是因为一个 对手的对 敌人的一个小心举动 而愤怒的果然亮镜 也就是给我们蜀国 他们杀在你自我活的时候 所以我们蜀国提供了一个逆转的机会 直接就带走他们 我看蜀国的两个菜刀流 一个黄中一个张飞 关羽和祖龙 果然一个菜刀流 杀完杀出完杀之后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回合外的防御 就是一个血量上升 相信高也一些吧 没有什么太好的防御啊 反过我们也就是一个 辅助流啊 我们输出有什么输出 就是一个想象技 没有什么作用 长满坡造成 长满坡教会阿斗兰 并没有什么教会 有什么好黄点 所以说我们这一群胜利装 也是有些侥幸吧 才能一些侥幸的成分 但最主要来说 蜀国呢就是一个后期的量子 因为前期中期还是后期 我们都无法和敌人比偏了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后期进行一个讨巧 或者进行一个叹息的出来收割人头 好的我是一斌 谢谢大家观看啊 对见更新频率实在是有点少了 我都不知道我对见更新的时候是 都有些更新的 粉丝是21位 谢谢这位21位粉丝 在有一个来来看我 非常谢谢大家 前几天有一个视频我已经上传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优惠就是上不上去啊 查看视频管理的时候 他说已经传上去了 已经传上去了 可是我在那个视频管理的时候 他说起的是一个 不是视频管理的时候 是正在处理当中 等了一天还在处理当中 我把这个视频删了 而且 而且又重新上传了 他说的视频已经有了 不能再上传了 当时我也无语啊 好不容易做视频就这么被吞了 可能是我当时操作的姿势不对吧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本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继续直说 走过这样结束并不是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保留这本小小的火种 能够让国战科学的扩大影响吧 话说最近 该领小红花 昨天小红花 小红花领到一个十几 十三个了 到底现在一个十三个了 十三个了 到时候你带领一个 带领一个貂蝉吧 期限貂蝉的皮革 有一个表情包 这玩意非常喜欢 这玩意非常喜欢 这玩意点一个甜蜂 并不是他太喜欢了 嗯 谢谢大家观看 有视频我还会继续更新的 只要有好的视频 我还会继续更新的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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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观看